大家好,每年的六七月份是线菜最好吃的季节 今天就来做个皮蛋线菜汤 含有丰富的铁、钙和维生素 简单好做,便宜又好吃 线菜在大流肉里也称汉菜,以紫色的居多 纸起比较嫩的部分 用清水多清洗几遍备用 再准备松花皮蛋三个 好的松花皮蛋都是糖心,容易粘刀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棉线 切成四半 需要的料头很简单 大蒜子改刀,小葱去葱白切断 锅烧热 这道菜要放猪油才好吃 然后下入大蒜和葱白 爆出香味 再倒入切好的皮蛋 将皮蛋扁炒一下 炒出这样的虎皮状 倒入烧开的开水 再大火煮出皮蛋的香味 直到汤汁变成白色 再下入线菜 稍微翻动一下 再将线菜煮到熟软 这时候汤汁已经变成紫红色了 最后加盐调味 再来点胡椒粉 将调味料化开拌匀后即可出锅 这样一道皮蛋鲜菜汤就做好了 非常的鲜香美味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使用准备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